我來菲律賓旅行 不知道為何被冤枉我販毒 這件事發生在2000年 隔了11年,單案才判完 然後被判終身監 審判的時候是2011年 我已經在菲律賓坐了18年牢 我是冤枉的 我很想回香港 你們可以幫我嗎 2018年牢危在單直 牢是香港人鄧龍威 歡迎大家收看 《晚吹罪光燈》 今集繼續有我,歐錦棠 我是美女拍檔 可兒和香港重蘭專家 花家姐一起演過案件 剛才大家聽到會否有點突厄 為何除了我們三個之外 還有第四把聲音 從來沒出現過 是 這是第四把聲音 是我們今晚的主角 但很可惜 他不能延伸在我們錄影廠 因為他仍然身處在菲律賓的監獄 他叫鄧龍威 本身是一位很普通的香港市民 大家都不可能認識他 但就是一位一次很不幸的遭遇 可以說是改變了他的一生 幾年前我認識了鄧龍威 當時他在獄中打電話出來 可能因為他這件事 亦令很多人知道 原來菲律賓這種監獄 是可以在裡面打電話的 令我們知道很多事情 亦知道原來有這麼慘的冤獄 其實我也聯絡過鄧龍威 但他很想透過我們的節目 說一些他的心聲 或關於他這件事的真相 但他透露因為有些突發事件 有機會… 待會我們如果想接觸他 他又說可能會有些難度 但他還未知道 究竟會否真的可以跟我們聊天 他夠膽親身打上來 去公開自己這件事 已經很不容易了 因為一旦這個消息傳到監獄時 他不僅會受到處分 分分鐘連性命也會受到威脅 為何還要這樣賺命搏迫 因為在鄧龍威的心目中 他一直堅稱自己是無辜的 他這樣做,希望透過不同的渠道 希望令更多人了解這件事的 始末和真相 從而看看有甚麼方法可以做到 希望能幫到他自己 希望還有一線生機 我們在看案情前 了解一下菲律賓的當局 是如何看待這宗案件的 看看 2000年7月18日,下午3時 在菲律賓當地的掃毒組警察 首持通緝令 去到某公寓310室進行突擊檢查 在單位內搜出合共8公斤的冰毒 即場拘捕鄧龍威、張泰安 以及另一名勝況的香港人 11年後,在2011年10月審結 曠星港人無罪釋放 鄧龍威及張泰安被判罪名成立 判處終身監禁 先看看關鍵人物的關係圖 事情牽涉了三名香港人的分別 第一是鄧龍威 案發時他只不過29歲 在一間香港酒店任職橋酒師 第二位是張泰安 被捕時28歲 在菲律賓賭場搭馬仔 就是鄧龍威的朋友 第三位是一個姓鄺的香港人 被捕時36歲 在菲律賓從事製衣生意 三人在同一件案件牽涉 但三萬人在下場各有不同 很幸運 2016年時,張泰安在獄中過世 11年10月 姓鄺這個港人被判無罪釋放 唯一被困酬勞的就是鄧龍威 不如我們親自聽聽鄧龍威 怎樣說出這件案情的始末 他當初為何從香港去了菲律賓 2000年 當時跟女朋友分開了 年輕人受不起實戀的打擊 又沒有心機上班 結果就辭職了 打算去旅行 當時有個朋友叫張泰安 他已經在菲律賓搭馬仔 放傻了,即是做這些事 我還沒來過菲律賓 跟他聊天電話 他說過來菲律賓玩吧 很便宜,這裡便宜好 所以我決定去了菲律賓 去賭場榴槤 晚上去一些燃燒酒店 其實我去菲律賓 也是想去一些外島 士布、巴拉灣那些地方 去潛水、揚安、揚海灘 然後我去了外島玩 玩完之後就回到馬尼拉 打算跟張泰安說再見 18日早上大約是8時多 我打算去馬尼拉的假假酒店 出去找張泰安和他一起喝茶 然後隨後就去機場 打算乘飛機回香港 上了一輛的士 一上車就走了 也沒有移動,關上車門 然後有兩位菲律賓人 按著的士的車頭 然後我開車門,把我拉下車 很快就拿了我的銀包、電話 手機等等 其中有個警察,他馬上說國語 不過我想他只懂得一句 他小聲在我耳邊跟我說 我們是政策 我們是政策 我記得我90年代去菲律賓時 那個導遊員跟我們說 菲律賓是全世界綁架率最高的 當時我覺得這麼危險的地方 聽鄧龍威說 其實當時那一刻 根本一頭霧水 甚麼事 突然有警察把他硬要像綁架 把他帶去當地警察總部 他一進入掃毒組的辦公室 他看見五男一女 全部都帶著手銬 手銬 其中一個就是他的朋友 張泰安 也在裡面 他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當時看到姓鄺的香港人 也在那裡 嚇死他了 姓鄺那個人打得全身傷勢 你也知道是甚麼事 打得全身傷勢 甚至他的手 被扣在大箱上 反鎖 其實當時他心知不耀 也知道應該是大件事 好,又聽聽鄧龍威 他怎麼說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我去到另一個房間 見了一個幫辦 問我 知道甚麼是冰毒嗎 你們的毒品藏在哪裡 我當然不知道 我說真的不知道 其實他也沒有再問我甚麼事 然後就打我兩槌 然後就問你有沒有錢 我說沒有 我很記得當時他限我 兩小時或三小時 就要去籌200萬元 當時200萬元大約是 32、33萬港幣 其實當時我已經跟他說 我哪有這麼多錢 他說當然不管我 他就帶我出去 很快就跟著遊戲做了 連同鄧龍威,姓鄺的香港人 還有張泰安 三人被所謂的警察 拘捕到一個大廈 在那裡幾個房間 310室做公園 不是很高的公園 沒錯,就是這個途中 四層樓也很高 310室裡面發生的事 那就是大件事 真是匪夷所思 聽鄧龍威怎麼說 在裡面發生了甚麼事 房間裡,我很記得 一開門進去 裡面已經有三至四個 我穿著便衣的警察就在這裡 他沒有跟我們說甚麼 帶我們進入房間310的警察 其中有一個邦版名叫Mendoza 他跟我們說 你上角仔吧 有床 你們先休息 他指著我 隔五分鐘後,我們會敲門 你就來開門吧 警察就出去了 我們三人在角仔的床上坐在這裡 你眼看我眼 五分鐘後,真的有警察敲門 我就去開門 前面的警察就騷擾了一張搜尋警察 他拿著搜查令後就說要來搜屋 後面還有人拿著電影 拿著鏡頭拍攝 大約搜尋了幾分鐘後 就在角樓的床底 搜尋了一些他們說是毒品的東西 之後就拿下來 鋪在桌面上拍照 叫我們去簽名 其實當時已經知道是甚麼事 我們當然不簽 不簽之後 那怎麼辦呢 就拿一張搜尋指著我們 還要上下坨 卡卡地上坨 你不簽我就會開槍打你 這麼大的兒子 還未被人用槍指 當然害怕,結果就簽了 正如他所說 警察說收錢就可以放人 當然可以做到,對吧 但既然沒有簽給那怎麼辦 最後他連同張太安、姓鄺的香港人 三人一起被拘留 準備要起訴 所謂的拘留,不是說香港 香港的拘留更好 他那邊已經跟坐牢沒有分別 過於非人生活 其實是的,我們可以看看 真正菲律賓監獄的情況 多麼擠迫 這是真的嗎 對,這是真實 監獄裡面? 這是一位記者曾經進去拍攝的 這張照片是得獎的 這是一個大倉 真人真事 真事 其實你不看 你也不相信 而且知道馬尼拉 也可以說是重型的監獄 即是高脂肪的監獄 而絕大部分外國人 都會被上去這個地方 看這張照片已經很震撼了 特朗威,可以說說裡面的虎房、失房是怎樣 當時在基準市場 拘留所的環境是非常差的 那裡原本的設計是容納800人 但最高紀錄是3800人多 失不下的就躺在街上 在外面躺在街上躺在走廊 躺在籃球場 有一個窗,裡面有一格廁所 有些人忍不住,怎樣 就到處去泊 我記得有一晚,警察隔著閘 問我們,你們有錢嗎 我要喝酒 我們跟他說沒錢 稍後警察開閘,進來開燈 他搜,搜我們睡覺的地方 之後很不幸,讓他在我的書中 我夾了… 記得是夾了幾百元的帖子 讓他搜到 他們很生氣,說你正在騙我 然後捉了我出去 捉了我出去,找孖姨 把雙手舉起雙手 把雙手舉起在閘頂上 然後開始被人打 不斷一直跟他說 對不起…對不起… 一個警察打,打一打 另外交間接間 回通宵的警察又到了 結果兩個警察一起打 打到… 打完再前前後,差不多打了半小時 之後也吊著,是吊著的 再吊到晚上半夜才放你下來 雙手都避開,我以為死定了 這樣吊著雙手 我以為雙手真的沒用 然後放下來,趕回入瘡 就是這樣,真是瘋了 你現在聽到他的聲音 好像沒甚麼一樣 其實經歷了十多年瘡梢 當然了 這個所謂拘留期間 過了11年,還未審 11年之後終於可以開庭 受審,打算可以回家 因為我真的沒有做過 他說,他說他覺得他沒有做過 誰知道被判終身監禁 為何會這樣?稍後回來再說 在這一刻鄧龍威,你有甚麼心情 希望特區政府真的可以幫到手 而不是只有口說 當時真的沒想過 要不就是三個人都有罪 要不就是三個人都沒有罪 怎會有生有死 不如即可要罵政府 連派錢也這麼簡單 身份證是舊的 所以不承認他的身份證 於是不給派 似乎不是完全很愛惜香港市民 特別是當這種冤案 我們變得這麼慘的情況下 也不能多做一點 繼續回來我們的罪光燈 今集我們說 是否香港人鄧龍威 2000年去到菲律賓旅行 結果被控藏獨拘留了11年 接下來我們請到 一直有跟進這宗案件的 委長大律師、議員 他自己聲稱無辜 是 但聽到被判那一刻 究竟鄧龍威的心情是怎樣 聽他怎樣說 當聽到法庭書記宣判 我和張泰安是有罪的 是罪惡的時 那種感覺是真的哭不出 真的欲曲無雷 人去到最傷心的不是哭 而是你哭不出 聽見也感受到他那種悲痛 是… 其實幾年前我記得他還說過 法庭會突然說 明天上庭吧,我們找到新證人 你又會覺得有些希望… 去到時是沒有這個人的 是沒有這個證人的 大家明白了 希望你會做吧 對… 所以據鄧龍威所說 為何當時性抗的港人 他可以離開這個監獄 他有些說法 不如又聽聽他說吧,好嗎 好 然後法官判抗辯無罪的理由就是… 他相信抗辯不是在單位內拘捕 而是在單位外拘捕 所以判他無罪 但所有的搜尋網絡 所有的物證,即所謂的毒品 全都有抗辯上的簽名 那你法官竟然… 既然你選擇相信抗辯自辯 當時說不是在那裡拘捕 而判抗辯無罪 你這樣是要選擇性相信,對嗎 當時真的沒想過 要不就三個人都有罪 要不就三個人都無罪 怎會有生有死 後來當然知道抗辯有花了錢 花了多少錢 大約知道當時是120萬匹 大約是20萬港幣 後來他回到香港 我知道了 他回到香港就… 他在做地盤、做雜工 跌斷了腳,他也很可憐 為何他不出來發聲 每個人都不同 他本身是比較內向 聽到這裡,心酸之餘 大家覺得匪夷所使很難以置信 現在的社會 我們仍然是法治社會 但你不能相信可以發生這種事嗎 一直都希望他跟進這件事 我想問你第一句,你相信他嗎 我想不相信他就不會幫他 因為他其實… 剛才大家聽到他說的政工 如果是事實的話 說多少次都是事實 那些細節很清楚 而更加重要 我相信以我們所認知的法律程序 這件案沒有可能會定罪 因為太多疑點、太多流動 太多不合理的地方 亦加上,即使你真的撇開甚麼都別說 即使真的做了 但你一件案件 11年都未正式去審 本身已經是非常不公義 對 這件事發生在菲律賓 當初也會引起某些傳媒的關注 但怎樣引起你的注射 以及為何你會幫他 你又怎樣去幫他 最先是一位傳媒朋友 找我幫忙,先幫張泰安 因為當時他的家人在香港找我 試試能否去菲律賓了解這件事 幫忙談他 加上我本身以往有做過一個導遊 你對歐永祥的經驗 記憶猶身 所以我比較熟悉當地的制度 特別有關於所謂的冰凍案 特別是整個模式 很多拼生豬肉、屈人等的情況 聽起來覺得這件案已經有很多敬礙 先聽聽,阿波 我們說鄧鴻威說 如果有可能的話 他冒著生命危險,會打電話回來 現在我們好像接到他的電話 沒錯 拼進來看看能否拼得到 但線路可能隨時會有被中斷 你好… 喂… 鄧鴻威,你好… 你好 你好 是… 謝謝你 大家好 在這麼危險的情況下 打電話來 做光燈的現場有歐錦棠、可兒 韋進議員和花家姐 你好… 之前有一群義工也很幫助鄧鴻威 去做新冤的過程 其實之前經歷過一個上訴 好了,在這一刻 鄧鴻威,你有甚麼心情嗎 有甚麼心情 是,希望可以上訴得職 希望特區政府真的可以幫忙 而不是只有口說 有甚麼心情 剛才,鄧鴻威 剛才我們清楚了解 也聽到你的聲帶 以及看到一些圖片 知道在裡面監獄中的苦房 真的是非人生活 現在你的情況是怎樣 有否改善過 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就是… 現在每個人都… 草木皆兵 即是你今天不知道,明天有事嗎 是 我是Paul,你好,很久沒見到你 我想要解釋草木皆兵 是否因為現在他們關於禁毒 關於新政府的政策 嚴謹了很多 甚至因為你比較高調 出了書之後 令自己的處境更危險 好像已經斷了線了 剛才我們聽到… 但其實如果真的要上訴的話 會否真的很困難 坦白說,我並不相信 整件事可以靠法律程序處理 如果是,公道的審訊程序 早就不應該有罪 不應該等待11年 但當然我們作為外邊的人 不能夠過分批評他們的司法制度 不過這是我經歷的經驗和事實 你覺得有否手上有證據 可以幫他們脫罪 始終菲律賓算是普通法國家 美國法律 其實基本上有很多討論證據 其中最關鍵的,最重要是幾點 第一,我想根據警方的證供 他們已經觀察了這群人 這幾個人已經有很多天 其實是十多天 但他們的時間說出來 特朗威仍在香港還未出境 所以如果這個本身有證明 甚麼時候進入希律賓境 甚麼時候來香港的警察 這已經是很有力的證據 但很可惜特朗威的護照就沒有了 不知道在哪裡了 當局已經收取了它 然後入境紀錄也不拿出來 那香港出境的紀錄呢 我們的確是嘗試拿 但因為現在時間上那麼多年 我理解是2006年的時候 曾經試過拿過一個關於紀錄 但當時拿到菲律賓後 就沒有了,不見了 不見了 那個律師幫他拿過上庭 但又好像不知如何去了哪裡 現在證盤又沒有了 香港這邊因為有私隱條例的規定 政府當局的資料 不可以存在太久 每月有幾年它們已經銷毀了 現在我們最新理解 我們問保安局 是反而逼它拿出來 但始終它也說我們已經沒有了 我們現在嘗試拿回當年 曾經試過寫信去的檔案 看看會否有些副本 但目前還沒有消息 如果這是拿到的 這是非常有力的證據 剛才我們接到他的電話 雖然很短暫說了幾句 但你說鄧龍威透露過 有一件突發的事件 現在他自己說不出來 其實他之前也準備錄了一段音 告訴大家 其實那件事他有提及過是甚麼事嗎 其實他有提及過 有可能會將一些外國人 不是菲律賓的囚犯 可能會困在一個大倉上 然後… 容易管理、控制、監禁 還有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電話用 剛才他說 正如你所說 是他最後一個聯絡跟著的稻草 他跟外界唯一一個 可以接通的橋樑 如果沒有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說這件事,不如我先罵政府 因為我連派錢也很簡單 每個香港人都有那6000元 對… 之前因為他說他的身分證是舊的 所以不承認他的身分證 於是不給派 又要他的餐子回來拿 你怎會回來 為何要回來 現在這次的4000元 我們嘗試幫他爭取 可否特別開恩 因為4000元對當地來說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現在有所謂的協議 官僚主義是拿不到的 所以整件事… 無論是我們的裁業也好 我們的保安局也好 似乎都不是完全很愛惜我們香港市民 特別是當這種冤案 我們面臨這麼慘的情況下 也不能多做一點 這是很遺憾的 我知道在2000年出發的時候 正正是他的生日 之後那18年的生日 他也不可以在香港過 希望接下來的生日 或將來他有機會的生日 真的可以回到香港過 最後再問問阿鵬 你覺得有甚麼辦法幫助他 可以做甚麼 我們還有一個最終的上訴 但這只是台面的程序 是 私底下我們怎樣做 我們希望現在聯絡上當地的華僑組織 他們亦亦予幫忙 希望可以無論從官方面 從經濟上各方面都希望聯絡到 可以將這次的終審 順順地地地審慎樂觀的結果出來 我衷心希望鄧浪威 早日可以重獲之後 在香港過下一個生日 也希望各位市民 關注一下這件事情的始末 今天很感謝Paul 謝謝你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 請按鈴鈴 罹哨 請按鈴鈴